火燃果這種水果是鐵火又營養的水果 在市面上的火燃果一般是分作白肉還有紅肉的 這兩種火燃果營養的成分是不相同 在冰冬中的農民 應該發出兩色的火燃果 裡面是紅色的肉 又包白色的芯 吃起來有奶滋的味道 一百可以檢測兩種火燃果的油點 不過現在這個技術是要在改良當中 沒辦法量散 如果想要做文在面上就要靠運氣才不會有 把住宿生的火燃果拆開 裡面是紅肉包白色 先起來酸甜酸甜 還有蛋白的奶滋的味道 這是冰冬中主的農民 種出來的火燃果 尚是無優酬人家意 很多人家都很愛來教官 而且它甜酸比很夠 你吃進去之後有個層次感 真的看起來有層次感吃起來有層次感 價格當然是貴啦 坦白說 他真的很特別的 他切下去是兩種顏色 風看到之後 他就好 再淘擠 那種感覺 他的口感也不一樣 原地在做催起社會的單昆姓 當國共產出阿部的農場 開始進市民上常常常看到紅肉火燃果 不過那種旬火燃果的計測不穩定 影響輸入 為了創作競爭力 提款收益 他就開始進行是火燃果 想要到這製作技術壓力的形式 沒辦法量散 民眾如果要買就全可穩起 他的技術門檻在轉色的問題 你要如何去準確地採收它 切下來才有雙色 這個就是技術門檻 他的轉色要怎麼漂亮 有時候是氣候也有關的 跟農民的技術栽培也是有關的 但昆姓說 天氣的變化也會地火龍更高必須 不過他根據是檢測的精神 調整厚部的溫度上影響 這邊家庭技術 能發生平靜 這邊累積農頂的管理經驗 希望能夠穩定三種 讓人家能夠接到路頂的雙色火龍更 記者總括報道